由教育部主办的2021台湾国际学生创意设计大赛 今年一共有来自59个国家参赛角逐 评审从两半多线的作品当中 决选出了76件作品 而其中的台湾学生有32件作品获奖 不仅是南瓜了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的两大类金奖外 给一举夺下了年度大奖的最高输轴 优秀的创意以及设计 让台湾在国际上跟天光芒 但有人发生意外倒下时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处置 时间大学学生吴玉星设计的急救充气单架 整合急救医疗包急救指引 以及60秒内快速充气的保护充气垫 轻巧而且方便攜带 获得2021台湾国际学生创意设计大赛中的年度大奖 这个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4年 目前是可以号称说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国际化的学生比赛 那我们期望继续朝这个目标去发展 提供全球的学生 艺术院校的师生 都有一个很好的舞台 今年一共有59个国家参赛 多达2万件的作品当中 台湾学生有32件作品获奖 不仅拿下年度大奖 更难刮了产品设计以及视觉设计两大类金奖 相对成熟度都蛮高的 尤其入围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不管在绘画的功能绘画的一个技巧的表现 或者是在议题上的一个诠释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水准之上 我会真的还蛮鼓励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设计师 能够多往国际关心的议题来做再思考 今年以革新为主题 呼应永续发展的目标 鼓励学生思考应用设计 解决相关议题 透过作品改善人 环境间的关系 台湾展现创意以及设计力 在国际上更增添光芒 介绍专台中仓报道